很多的球的发动 进攻的 整个的一个重心 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Locker Room里面 对球队球员还是有帮助 但是希望他在场上 能够起到座位去带的话 目前 龙师这边的一个先发的阵容 那么镜头再次给到里面 今天的焦波桥也是来到了先发 然后深色客场队服的广州龙师 开场的第一次进攻 来自助命阵外圈 鱼角 大空位的机会 同意 给到右侧的底角 贾明如三分球的出手 同样也有 波桥其实威胁性很小 对面位也是一个高难度的出手 测试掌材 基地往里走 陈英俊打这个掌材 他的能力真的很小 那灌篮高手的花行透那种感觉 这柔是柔是中锋 所以呢 还是那句话 就是 站在了一号位的位置 然后让陈英俊去打一些五球 上李延泽了 好球 李延泽呢 在陈英俊 大家看一下 这球传 没话说 25 让档台之后交叉 然后陈英俊呢 利用速度自己去凸打 吴霄 好球 他这个头突不高啊 其实他的这个对抗力量 核心力量非常好 嗯 他能够跟你对抗以后去投篮 你看 他跟吴霄是对抗 你想吴霄的身高跟 他的这个体重 陈英俊跟他对抗 现在是非常亮眼的 哎呦 这一次就选择一个背传啊 啊 这有点 陈英浩他有伤 而且伤伤停停停停停打打 你不能够对他 这其实也是 这球队的老问题 嗯 真的 解决了很多年 一直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解决 这肯定能够去顶住 但是现在的许忠豪 本来他年纪也大 对吧 小白传递 终结不了 这个就是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 孙明辉也是 美森推反击 在第一节比赛下 一分三十五秒的时间 转换三分球的出手命中 继续挡拆 要两个挡拆 绕过两个 再给 漂亮 那这就是 这两个人之间的挡拆的配合 打出自己应该有的水准 再看陈英俊的场球 这个时间可以做 对 小打大 小白传递突进来 好球 这球也得 他轮转防守还是比较到位 对的 但是这边好像 陈俊被打倒了 突的时候 被撞了一下 被撞了一下 哇 给他 有没有什么动作 因为刚才速度太快 我们也没有 我们也没看到 我也没看到 我突然看 突然就直接倒了 伤了 哇 这个镜头拍出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许东豪 这个动作不好 真的不好 这个动作 我们不是裁判 我们只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 出发去看这个动作 维持原判 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同向大方一转一球 这边外线住民阵 支持他的甜点位 这一次的整体的转移 由住民阵去持球突破 然后再把球分给陈一俊 陈一俊比赛现在三分半的时间 陈一俊利用自己的速度 直接突 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直接做犯规的 陈一俊这球 一看无销 这也没跟上 再看一下 李彦泽也没有跟进来 两发全中 真的很聪明 对 梅森 也是快下之后 在这体前变相 单手的抛头打进 他不是这种类型 对 孙明辉 高难度的三分钟出手 8分6助攻 将近掩护 一个体前变相 再往里走 集体给都还很舒服 你攻的话 如果你不来我就攻了 我能得分了 但是现在你心里没把握 对上的焦波桥 是一个小打大的机会 孙明辉连续车步 外线三分钟出手 再一个 好 我们有东西可以说 是 卫尔泽高难度的车步 三分球 林俊 走路路直线直接突 做犯规 对 他的犯规次数又增加了 这个是一个消影换 一时间没有寻找到全球的机会 总西 运一步周了 终局大家看这套 刚才这个 佳人 他都是能够去冲响进攻篮板 看一下 这球突一步 这球得投了 场边也一直在说 赶紧投 推反击 小打大 没针 突破进来 厉害 好球 群毛基地球给到前场 前场的多打少 欧洲不 广州队要追回来就比较被动 就是被压住了这个九分 那现在广州队主要他们的问题是进攻 那终于长达大概两到三分钟的时间 陈英俊这一次的投篮 可以说是帮助广州队在整个阶段性上面来讲 是一个破冰的过程 没错 虽然现在端端进攻没打进了 就是这个九分 这个领先来自不易 就是刚才广州队 他的这个阵容调整的 李恩哲这次的挡拆很严实 这个单点对位这边的梅森 掩护完之后 中距离直接拔 漂亮 放朱俊龙这么大的这个空位中距离 被反击 可以 非常耐心 外线三分球的出手 偷进 总拆 形成换防 小打大 陈英俊突进来 M1 这球是两分有效的 这球啊 但是没有想到拽不住 看一下陈英俊 这个球最后的核心力量 没话说 上面的劣势 加发也发中 这个陈英俊又发出 这球非常难啊 陈英俊接到球 一个背传 背后运球 直接发现三分 三分犯规 这下有机会把分数追平 这球能够拿下已经非常不容易 然后在面对威尔哲的时候 突然一个背后运球 大家看陈英俊在这种细节的处理上面来讲 就吹个技术犯规 陈英俊 抬腿过高啊 这个球就 不是一个投篮三分的犯规 是吹了陈英俊抬腿过高 这个 腿部的这个 就是主动的抬腿过高 去接触了防守球员 接触了防守球员 看今天跟广东队这场较量 这个家人啊 打这个 打到这一点了 小子各阵容嘛 现在 对吧 就是 篮贝尔 这段时间 乔安贝尔几次 往左边 这次 对 进攻很关键 体体给过来 左手 再转身 高难度出手 哇 小心 大家 这个要冷静 要冷静 这个要冷静 这一瞬间呢 有些冲突 这都难免 嗯 许中 许中 好 哇 许中好 去 这个就是对于 比较东队 给到一个 围体犯规的话 高的来防陈英俊 中队跳投 好球 真稳 梅森跟他两个 最后期的表情 上面来看 应该是 大家看这球 又是一个背后的回答 而且再加一个 小的拜佛合球 所以你看 就是陈英俊 他所谓的打这个挡猜 一个掩护之人 两个加击上线挡猜 然后呢 孙明辉再往外分 好球 进攻犯规 吹罚的这边 许中好 这个犯规 有点帮倒忙了 我们再通过 录像的回放来看一下 出来之后 又掉开了 完全是一个一打一 直接撤步 外线三分球 出手投进87比85 还有情绪 你现在情绪不对 孙明辉要执行 两次的发球 结果失误 直接给到前场 好球 他们选择相信了 自己的这种 高强度的防守 郭尔强知道 他一直是这个 轮转球员很快 他敢用球 敢用球员 对 虽然敢用球员 那时候 你也会在某一阶段 出现软流 出现问题 那肯定 但他有信心 我还能拿回来 是是是 这个队就是他 还是很有 下来了 这个失误的 真的是 有点莫名其妙 跟进之后 又来一记三分球 93比86 第四节广州 大家可以看两点 一个是崔永希 一个是陈宜军 这两个人的防守 对于整个广州队的 活力的注入 真的是很重要 对对对 又换防了 赶快要做轮转 转移道 给到这边外线 助名阵三分球 出手再中 广沙布特铺被 广州队带着打 这个小哥阵容 再进一记三分球 现在完全开了 就是现在的状态 否则的话 你想这个 我们说这个 之前的广州 都是伤病 现在你看外园 小外园有伤 对这个比赛的话 来讲就是比较大的 赶断球 掏球没掏掉 没那么容易 又一个犯规 两个助教团 也是在不断地说 不要犯规 不要犯规 有内线 对 脚步桥 好轻松打 接球的时候 我就在观察 两发中一 比赛双方犯规 都不少 总终于是29分 好球 那 孙明辉 踢地球给过来 掌三分机会 对 三分 我们再通过 这种比赛的激景 来看一下 今天这样比赛当中 广东师一个出色的表现发挥 这几次的这种全场的紧逼 让人印象极其深刻 以及还有在陈英俊 关键时刻的一些中距离跳投 包括外线三分球的远射 也给大家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那么今天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 广东队也有出现 但是他马上就能够 会让他最终的体能也没了 对的 那这样的话 凭借最终的这一段时间的表现 广东龙师是110比98 战胜了这边的这样多阳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